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为什么女人更容易开误 开误的障碍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 是不是一样 是啊,但重点不一样 总体来说,女人更加容易去感受 去进入她内在身体 所以她会自然地比男人更为贴近存在 更为接近开误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么多古文化里面 本能地喜欢用女性人物 用来比喻又或者是代表 甚至是描述一些 无形的超越现实的存在 在《道德经》这本 《颅金最为古老最深奥的书》里面 都可以被翻译成为本体 它会被描述为 周行而不代 可以为天地无 天生就是这样 女人比男人更加贴近存在 因为他们实际上 体现了这种未显化状态 而且 万事万物最终都会翻到源头上来 万事都在道中消失 又存在于道中 因为源头被视为是女性 所以在心理学又或者神话之中 女性代表着原始的黑暗和光明两个方面 女神或者圣母也有两个方面 她赋予了生命 她又回收生命 当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人类和他们的神性本质就失去了联系 他们就开始认为 上帝是一个男性的形象 社会就变得由男性主导 女性服从于男性 现在有些人用女神这个词 来代替上帝这个词 他们重新调整了 已经凋失了很多年的男女之间的平衡 这样很好 但它仍然是一种代表 一种概念 或者暂时有用 就好像一个地图 又或者一个路标一样 但当你已经认识到超越所有概念 和意象的现实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障碍 而不是帮助 事实是 思维的能量频率 在本质上面似乎是男性 思维很喜欢抗拒 为控制而战 更喜欢努力 操纵 攻击 控制和占有等等 事实上 上帝是人类思维里面 他本人的意象 为了超越思维 并且和存在的现实重新接触 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质素 神父 不批判 接受生命 而不是抗拒生命 温柔地拥抱万物 所有的质素 都会更加贴近女性的原则 思维能量是很坚固 和很刚强的 本体能量 就更加柔和 而且谦阳 不过最终 本体能量 都比思维能量更强而有力 思维掌控我们的文明 但是 本体就控制住 我们地球上面所有的生命 甚至乎 超乎了地球上面的生命 本体具有很强的智能 它的有形表现 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 虽然女人本能感更加贴近本体 但是男人同样都在他们的内在接触到本体 现在 绝大部分的男人和女人 仍然被他们的思维所控制 认同于思考者 和痛苦之身 当然 是阻止开悟和真爱赞放的障碍 一个普遍的规则是 男人最大的障碍是思维 而女人最大的障碍是痛苦之身 虽然在极少数个别的情况底下 相反的情况也都会成立 又或者是两种情况都相同 瓦解女性的集体痛苦之身 为什么痛苦之身对于女性来说 是一个更大的障碍来的 痛苦之身 通常有集体和个人两个层面 个人层面 是通过过去所遭受过的情感痛苦 而累积起身的 集体层面 就是人类集体心灵 经过数千年以来的疾病 折磨 战争 谋杀 残暴和疯狂所积累起身的痛苦 例如 在一些种族又或者是国家里面 如果发生过极端的冲突和暴力 那些国家和种族 就会有比较沉重的集体痛苦之身 任何有着痛苦之身 而没有足够的意识 可以从中摆脱出来的人 将会不断或者定期地 被迫重新活出他们的痛苦之身 也都可能会变成 逼害者又或者是暴力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 他们可能潜在感 更加接近开误 当然 这种潜在机会 并不一定会出现 但如果你陷入了一个噩梦里面 你就很有可能 会被那些正在做普通的梦的人 更加希望觉醒 除了个人的痛苦之外 每一个女人 还分担着我们所描述的 女性集体痛苦之身 除非她已经完全有意识 这种加注于女性积累的痛苦之身 主要包括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所带来的痛苦 例如劳疫 剥削 强奸 生产 失去小朋友等等 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痛苦 有些女性 在惊奇之前 和惊奇的时候 感觉到身心痛苦 就是痛苦之身 即将清醒的精兆 这种痛苦 限制了体内生命能量的自由流通 其实月经 是一种生命能量 在生理上的展现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 月经的问题 并且看看 它是如何成为开悟的契机 在经期中 女性经常都会被痛苦之身所控制 这种痛苦之身 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 它会很容易 令你对它无意识地认同 然后 你被一种 占据着你内在空间的能量所控制 它以为是你 当然它根本不是 它通过你说话 通过你行动 通过你思考问题 它将在你的生活之中 创造消极的情况 这样 它就可以用这个消极的能量来生存 它需要任何形式的更加多的痛苦 我已经描述过这个过程 它是邪恶的 它有破坏性的 它是一种纯痛苦 过去的痛苦 但是它不是你 接近全意识状态的女性数量 已经超过了男性 并且在未来几年 还要迅速地增长 可能最终 男人可能会追上女人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男人和女人 依然会存在一个相当之大的意识差距 女人重新获得了这种 他们与生俱来的功能 作为显化状态 和未显化状态之间 身体和心灵之间的桥梁 所以它们会比男人更容易接近开误 作为女人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转发痛苦之身 令它不再存在于你 和你真正的自我之间 不再存在在你 和你的本质之间 但你同样需要处理 另外一个开误的障碍 就是思维 当你正处于痛苦之身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强烈的临在 你同样会从思维认同之章解放出来 第一件需要记住的事是 只要你从痛苦之身 吸取你的身份认同 你就无办法从痛苦之章解放出来 只要你部分的自我感 是来自于你的情绪痛苦的话 你就会无意识地抗拒 又或者破坏治愈你痛苦的努力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你要保持着你的完整感 而痛苦就是你关键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 唯一的解决方案 就是对它保持觉知 突然间发现自己 正在这里 又或者已经被自己的痛苦所认同 这会令你非常震惊 但是 在你认识到这一点那一刻 你就已经打破了这种认同 痛苦之身是一个能量场 几乎是一个实体 它暂时居住在你的内部空间 它是你受困的生命能量 一种已经无法流动的能量 当然 痛苦之身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 它是你活生生的过去 如果你对它认同 就是对过去的认同 受害者的身份 是一个这样的信念 过去比现在更强大 这样很明显并不是一个真理 这个信念 认为其他人对你所做的事情 需要对今日的你负责 要对你的情感痛苦 或者不可以成为真正的自我而负责 真理是真正的力量 是在当下这一刻 它就是你临在的力量 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 你就会认识到 应该为自己内在空间负责的是你自己 而不是其他人 并且过去不可以阻挡着当下的力量 所以认同 阻止了你去应对痛苦 有些女人已经有足够的意识 放弃个人层面受害者的身份 但仍然不可以放弃集体受害者的身份 男人对女人做了些什么 他们是对的 但他们同样也是错的 几千年以来 他们的女性集体痛苦之身 有一大部分是由男人私家 给他们的暴力所造成的 这一点是对的 但如果他们的自我感 源自于这个事实 并且令到他们陷入这种集体受害者的身份之中 不能自拔 那么他们就是错的 如果一个女人 执着于愤怒 仇恨或者谴责 她就会执着于她的痛苦之身 那么可能会为她带来一种 令人安慰的认同感 并且令到她 与其他女人团结 但是这样也会令到她陷入过去之中 并且妨碍她 去接近她的本质 和获取真正的当下的力量 如果女人排斥男性 这样就会助长一种孤立的感觉 并且强化小我 小我越强 你就离你的真正本质越圆 所以请不要用痛苦之身 来赋予你一个身份 而是要利用她作为开悟的工具 将她转变成为意识 转变痛苦的最好时机 就是越经期 我相信 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很多女人 会在经期完全进入意识状态 通常因为很多的女人 在经期被她们的 又或者是当越经的第一个前兆 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女性的集体痛苦之身 准备清醒之前 你需要保持足够的意识 在被她控制之前就察觉到她 例如 越经的第一个信号 可能是一阵等如期内的强烈愤怒 又或者是 一个纯生理的征状 不管是什么 在你的思维 或者行为被她控制之前 去觉察到她 将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她身上 如果她是一种情绪 请感受她背后的能量 并且认识到 她就是你的痛苦之身 同一时间 保持你的觉知 并且感受意识临在 和她的力量 如果你将你的临在 注入任何一种情绪里面 她将会很快地平息 并且转发 如果她是一个 纯生理的征状 你对于她的关注 将会阻止她 转发成为情绪或思维 然后 请继续保持警惕 并且等待下一个 痛苦之身信号的出现 当她出现的时候 用你原先的方法 再一次觉察她 之后 当痛苦 从她的幽眠状态之中 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 在你的内部空间 你可能会体验到 一种剧烈的骚动 这个时间可能会很短 但是也可能会长达几日 无论她以何种形式出现 请对她保持关注 并且观察你内部的这种骚动 觉察到她的存在 记住 不要令到痛苦之身 利用你的思维 并且控制你的思想 去观察她 在你的体内 直接感受她的能量 如你所知 全然的关注 意味着全然的接受 通过这种持续的关注 和全面的接受 痛苦 就会被转发成为意识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了 当一块木材 放入火里面 又或者接近火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火 这样的话 月经 不单会变成作为女性的欢乐 和成就的表达 还会变成意识转发的神性机会 这样 一种新的意识就会诞生 你的真正本质 在女神的女性本质方面 和超越男女意愿性的神性存在方面 就会大放光芒 如果你的男性伴侣有足够的意识 她就可以帮助你 练习在旌旗保持意识 和转发痛苦的方法 当你被痛苦之身 没有意识感认同的时候 如果她能够保持临在 那你将会很快地 和她一起重新进入意识状态 也就是说 当你的痛苦之身 暂时地控制你 无论在你的旌旗 还是其他的时间 你的伴侣 不会误认为那个就是你 就算你的痛苦之身攻击她 这一点也可能会发生 你的伴侣 也不会对你的痛苦之身 作出反应 不会退缩 或者对你防范 她将会十分牢固地 保持在临在的意识 转发 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 有时 你也可以帮助你的伴侣 从她被分散的思维之中 重新找回意识 回到当下这个时刻 这样永久的高意识能量场 就会出现在你们两个之间 没有错觉 没有痛苦 没有冲突 借得真实的你们 借得爱 这样 就是你们的爱情关系的神性 和超越目标的实现 放弃 和你自己的关系 当一个人充满意识的时候 他是不是仍然需要爱情关系 这个人 会不会仍然被其他女人所吸引 另一方面 如果离开了男人 女人会不会仍然感觉到不完整 不管你是否开悟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在形式和身份方面 都不是完整 你是一个整体之中的一半 无论你有多强的意识 都会有这种不完整的感觉 而这种不完整感 就促使男女之间相互吸引 和異性之间的能量相吸 在同内在的连结状态下 你会在生活的表面上 又或者是生活的周围 感觉到这种相互吸引力 任何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感觉都是这样 整个世界看起身 就好像大海表面上的波浪 又或者是涟漪 当然 你就是这个大海 你同样也是这个涟漪 你是一个已经认识到 自己真实身份的大海里面的涟漪 同一时间 同大海的深度和广度相比 那些波浪和涟漪 就再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但这样并不是说 你不会再和其他人 又或者是你的伴侣 有深深的连结 事实上 如果你有很强的本体意识 你才能够深深地 和你的伴侣 又或者是其他人建立连结 有本体意识 你的注意力 就能够超越形式 在本体状态里面 男人和女人是一个整体 你的形式层面 可能仍然有一定的需求 但本体就没有了 它已经完全圆满了 如果你这些需求被满足了 那当然很好 但如果没有被满足到 对你深层的内在状态影响 也并不大 所以对于一个开悟的人来说 如果他对异性的需求 并没有满足 在其他的本体外部形式上 很可能会有缺陷 又或者是不完整感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 他们就依然是完整 满足和平和的 开悟对于同性恋来说 是帮助还是障碍 或者对于他们来说 有没有任何的差别 伴随着一个人进入成人旗 由于发现自己不同的性取向 会令到他放弃对社会制约模式下的思想 和行为的认同 这样将会自动地提高他的意识水平 之后会令到他的意识水平 比绝大部分无意识的人的意识水平更加之高 在这方面 成为同性恋者会是一个帮助 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局外人和其他人不协调 又或者是被人拒绝 会令到生活变得困难 但是也会令到他有开悟的优势 他几乎是被迫从无意识之中摆脱出来 另一方面 如果他有一种基于同性恋的身份 而产生的身份认同 那么他就会从一个陷阱 跌落到另外一个陷阱那里 他将会扮演 由同性恋心理意象所主导的角色 又或者是玩一个这样的游戏 他将会变得无意识 变得不真实 在他小恶的面具之下 他将会非常之不开心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 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将会是开悟的一个障碍 但是他怎么都会有另外的机会 极度不幸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当头棒渴 在你和其他人建立爱情关系之前 你应该和自己建立良好的关系 又或者是爱你自己 这样是不是对的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会感觉到不安 你就会寻找一种爱情关系 来掩盖你的不安 可以肯定的是 在你和其他人的爱情关系之中 你的不安又会以其他的形式重新出现 又或者你可能会认为你的伴侣 应该对你的不安负责 你所需要做的 就是全面感接受当下 这样你就可以安于这 在此时此地 感觉到自在 但是你需不需要和你自己 建立一个关系呢? 你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你自己呢? 当你和自己建立关系的时候 你就将你自己一分为二了 我和我自己 主体和客体 这种由思维创造出来的意愿性 是你生活之中 所有问题的冲突的根源 在开悟状态之中 你就是你自己 你和你自己合二为一 你不会批判你自己 也不会为你自己感到遗憾 你不会为你自己感到骄傲 你也不会爱你自己 你也不会恨你自己 开悟 不会再有一个需要你去保护 防卫和喂养的自己 你不会再有一种关系 就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一旦你放弃了这种关系 你所有的其他关系 都将会是爱的关系